Hello 今晚十二人的團年飯 終於輪到最最最最最後一碟菜了 是什麼呢? 是最簡單的 是什麼呢? 大家來吧 炒菜丸 難怪不容易 要炒熟就很簡單 不過呢 要炒得好吃 就未必每個人做得到 那菜丸 基本上 說明是菜丸 就一定是切了尾 由花筒起計 就只吃它的勁部 和是葉的根部 可以嗎? 這個已經才好 那我不花時間了 那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就是 炒菜心有兩種炒法 一種就是生炒 另一種呢 就是 這個是 飛水 那生炒呢 通常就是 加薑和蒜一起炒的 那如果是 飛水這樣去炒的 通常就是 清炒或者是 蒜蓉炒 也是 餐廳 酒樓 是最常用的手法 OK? 可以嗎? 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 就是相對來說 大家比較容易控制的 就是飛水的炒法 OK? 現在已經滾水了 這樣呢 就不是就這樣算了 記不記得我講過 怎樣可以保持菜的青綠 我碟碟菜都是青綠的 大家都知道的 是不是? 我不是作故事 影片裏面也是青綠 我的封面圖也是青綠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加味的 那就加一匙糖 接著最緊要的是什麼? 鹽不加 不是 蘇尼亞先生那些鹽來的 是說錯 接著 鹽不加都不緊要 最緊要加糖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糖可以保持這個脆綠的 接著 很多人可以加雞粉 一匙甘 為什麼呢? 因為雞粉的酵素 又是可以保持青綠的 為什麼我撞掉菜都青綠呢? 不會啞色的呢? 放一晚都不啞色的呢? 原因就是這裏 這樣呢 都不夠的 加少許油 好 調完美了 接著之後 唉 今天每個人吃到很飽 一人一隻聖子 一人一隻扇貝 就已經搞定了 搞定了俘虜大家的為 所以呢 我本來這裡是炒兩斤菜的 12個人吃 不過份 但是現在應該我先炒一半 其他那些呢 他們想吃的我才再炒 好了 那 綠菜的過程 即是灼菜的過程 飛水的過程 其實都挺重要的 那 因為我們還要炒的 所以呢 千萬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就不要令到菜心 過熟 如果不是炒出來 就軟脆脆脆 沒有脆脆脆 沒有脆脆 不好吃的了 除非老人家特別要求 不要 那沒辦法了 是不是呢 但如果不是的話 大家都喜歡吃爽脆的 是不是 是不是 OK 好了 我這個時候都不搞亂它 因為為什麼呢 等一下炒的時候 我要順序 這樣就好炒一點 因為炒菜軟呢 最欠人的地方 因為它 一粒粥那麼長 跟完之後 你要炒到它 不可以亂的 OK 好了 現在這樣 轉色了 OK 可以了 立刻關火 撈起菜先 否則過腦了 撈起的時候 都是盡量做到 頭順頭順順尾 那你炒出來呢 到時候就不會 好似 亂棍打死牛魔王 那樣 OK 就是 懂不懂什麼叫 亂棍打死牛魔王 大家知道嗎 就 鬥角炒牛肉 亂棍打死牛魔王 最出名的 就是我們坊間出名的粵菜 家庭菜式 OK 好 那現在我稍微 是 拿一下水 一力水 然後 現在我不剪的了 一刀不剪 希望讓大家看到 效果是怎樣 不如立刻開火 燒鑊 大飯炒菜 最重要是什麼 溫度 為什麼我們家廚可以 或者至少是我 食家說 和外面餐廳 是一模一樣的味道呢 或者甚至好過餐廳 竅門就是燒鑊 用大火燒鑊 OK 行不行 這裡我講過很多次 條條片 我都會講的 因為這個呢 就是我們家廚 唯一可以 贏到酒樓 贏到餐廳 的唯一武器 OK 有時候 你不要以為 我們家廚的爐 這麼小火 就是我們 其實呢 都是五千多 KJ OK 酒樓那些 凍不凍 就一兩萬的 噴噴聲的 噴噴聲的 那些叫高速爐 這樣呢 我們唯一可以達到 酒樓的溫度的標準 就是燒鑊 OK 行不行 那為什麼大家都看到了 為什麼我經常都可以 玩出火 原因都是這麼難 出煙了 出煙 下油 油呢 也是啦 適中啦 不要說多 不要說少啦 OK 然後再繼續燒 讓油呢 升回高溫 跟著之後 現在又出煙了 跟著之後 下蒜蓉 跟著之後呢 不要心急 蒜蓉 先爆一爆它 這個是我的口頭善 來的 對嗎 即是爆到它呢 有一點點金黃 OK 可以 下菜的時候 你想炒得好 順序下 順序下 順序的方向下 這樣你永遠就不會炒錯了 看到嗎 這一下搶貨呢 就是我炒菜心好吃的原因 就是這麼簡單 我炒菜 炒菜 為什麼都可以出火 就是這樣 OK 現在這個時候呢 都還沒調味的 OK 行不行 好 這個時候就可以調味了 因為我本身的菜心 其實已經是半熟狀態 其實都可以吃得 這樣呢 因為菜心 菜圓呢 就比較麻煩的 所以我要用手 調味 這樣就均勻一點 OK 大概落一茶匙 左右 跟著之後糖 又是用手 那我這些手感就很好 因為習慣了 大家如果是的 可以自己試一下 給量 一茶匙糖 跟著之後呢 半茶匙的雞粉 這樣 我這樣用手呢 我就均勻很多 就給羹 OK 好 好 這樣快速翻炒 這樣就很快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主要呢 就是不是要炒熟它 是讓它調味均勻 OK 搞定 關火 關火了 好了 好了 跟著我上碟了 那麼 菜這家東西 當然要排得一個靚靚仔仔 才有些食慾 是不是 所以呢 菜圓這家東西呢 為什麼 我們要順序落 就是順序頭尾落 就是這樣解 炒熟了 其實呢 我已經是 又是那句說話 炒過火了 為什麼過火了 因為我要拍片 其實還可以更加靚仔 我經常呢 有人說 如果你打一個玻璃蜆就好了 我這個東西 我真的有得解釋 打玻璃蜆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打玻璃 這回事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本身它的出品 有時候有瑕疵 OK 不夠游泳啊 所以它就要打玻璃蜆 那當然你說 懷洋菜的 喂 它是真的 它本身就是一定要打蜆的 那那個就是那個懷洋菜 那個菜系的問題 但我們自己來說 粵菜呢 其實不一定要打蜆的 你打蜆唯一個理由 就是因為你不夠靚仔 不夠游泳 不夠靚身 OK 可以不可以 好 那一碟 蒜蓉炒菜丸 就這樣完成了 放蜆仔一點 好 按一按它 那有賣相 有排位 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吃過 是不是 OK 可以不可以 基本上 就 不是太困難的 那 希望大家 可以從中 可以看到 我怎樣 炒一碟菜心出來 自己 炒得更加好吃 OK 我又去吃東西了 最後一道菜 拜拜